欢迎来到SAP Now 让我们一起掌声欢迎鸿海科技集团董事长 刘洋伟 刘董事长 这个要经营到这个百年的企业 或是五十年以上的企业 你一定会碰到三个挑战 包括产业会消失了 那你怎么办 一定要转型 另外一个就是 过去的技术跟现在技术不同了 另外一个就是缺乏永续经营的 这样子的一个能力 所以大概会有这三大挑战 那这三大挑战 鸿海正在面临 往后的五十年 我想永续经营大概是等于EPS加上ESG 这个就是我们Figure out出来永续经营的方程式 那EPS的意思就是要赚钱 那ESG就是要永续 这个不光是企业的永续 整个环境要能够永续 那我也最近有一个很有名的banker 他告诉我说ESG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这样你会这个股价会增加 最后我跟他讲 我们做ESG不是为了增加股价 是我们为了能够回馈我们的社会 回馈我们的环境 所以股价有没有上升 不是我们决定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这个也要告诉大家 这个需要大家用心来推动 最后我要跟大家讲 我们的愿景大概是 用科技来开创我们的智慧生活 然后要用心 用心来造就我们的永续发展 那以上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谢谢大家 谢谢